每天3300次 每分钟两次 每25秒就有一次 我希望我说的是 可爱的小猫咪出生的数据 不 也不是我打嗝的频率 不过呢 差不多了 实际上呢 这是闯空门的案发频率 只有13%的案件得以解决 因为闯空门小偷的速度之快 几乎不会留下任何证据 而且通常也没有目击者 情况如下 经过了一天的辛苦工作 你回到了家中 你将钥匙留在了钥匙孔里面 并且完全忘了这件事 是的 重点是你有锁好门 但等等 是谁在灌木丛里面 是对你的房子有企图的窃贼吗 他正盯着你的一举一动 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 可能就是测试你的门把手 嗯 他们肯定是锁好了的 但是我听到另外一边的钥匙 发出了叮当声哦 那这就是小菜一碟了 先等等 你会觉得 如果另一侧插有钥匙的话 窃贼就没有办法打开锁了 实际上他们还是可以做到的 如果你仔细观察 锁的各个部位就会发现 他们是由一条穿过门本身的长条连接起来的 一侧的钥匙不会阻止坏人 把撬锁工具插入外侧的锁中 他们会从那边打开装置 然后咔嚓一声 他们就进来了 实际上对于窃贼来说 闯空门从来都不是问题 就算没有撬锁的技能 他们也可以砸碎窗户 甚至还有更容易的 如果你门上有窗户 他们就会打碎玻璃 伸入手臂 然后从内部转动门把手 85%的闯空门 都是透过一扇门而完成的 比起窗户 他们更喜欢门 因为他们害怕留下DNA痕迹 如果他们在窗户上面跳来跳去 很可能就会被划伤 即便是一滴血 也足以帮助警方来破案 如果你的钥匙环上面还挂有车钥匙 那情况就更糟了 窃贼可以将刚偷走的所有东西 都装进你的车里 然后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里面逃离现场 这就是闯空门的平均速度哦 所以那就不要把钥匙插在门上咯 明白了 但是最好也不要把它们放在门的附近 我说的是前门旁边的挂钩 或者桌子上面的碗 我们很多人都会把钥匙给放在那里 走进家门的时候 你会随意地把它们跟钱包 还有一些现金扔在那里 请把它们给拿走 并且把你的东西放在远离前门的安全地点 钓鱼室的盗窃案正在不断地增加中 特别要注意的是 你的门上是否有油箱槽 这些钓鱼室窃贼会将衣架插入那里 用末端的钩子勾住钥匙 然后把它们从油箱槽里面给取出来 如果你的钥匙链不是很大只的话 那么我就留一堆钥匙跟钥匙 还有会员卡和挂绳来防止这种情况咯 这也不是什么好主意 如果你的钥匙圈太重 比如说挂有大约五个以上的钥匙的时候 这对你汽车的点火装置是有害的 重量会磨损内部零件 而你的车可能会因此出现 无法启动的情况咯 有关于锁的另外一个问题在于 搬新家以后不是每个人都会换锁 这是大错误 如果你觉得自己的家里有潜在的背窃风险 比如说你把钥匙忘在外面的锁里 或者什么别的地方等等 那么请你更换门锁 以免后患 你今天下班回家 上床睡觉 醒来以后发现家里被窃的可能性很小 因为大多数窃贼 至少会观望你家一两个星期 他们会了解你的日常 工作时间 你是不是会回家吃午饭 你的家里是不是有任何警报系统 宠物或者室外动态照明灯等等 没有哪个窃贼会想要被抓住的 所以呢 当屋主和任何潜在的目击者不在场的时候 他们才会行动 闯空门发生的高峰时段 是上午10点到下午3点 听好了 统计数据表明 窃贼通常是住在附近 并且有足够时间来记住你日常习性的人 甚至可能是以前来过你家的熟人 65%的窃贼都认识自己盗窃的那家人 除了所以外 你还需要记住 院子里过多的灌木丛或树木 也是窃贼们理想的藏身之处 请定时修剪灌木丛 不要让树枝涨到房子附近 对于那些坏家伙来说 这样的天然梯子实在是太完美了 还要注意你家里的垃圾 特别是如果你打算扔掉昂贵物品的包装的话 不要让窃贼知道你买了什么东西 以及花了多少钱 你的垃圾箱里面可能还包含一些个人资讯 例如说信用卡或银行的详细资料 或者窃贼可以用来窃取你资金的任何东西 至于备用钥匙嘛 你可以想到的藏匿地点 窃贼们可能也想得到 花盆里 门垫下 门框上 亦或是一颗明显的假石头下面 还是算了吧 藏备用钥匙的好地方呢 是汽车的手套箱内 记住 大多数闯空门都是没人在家的时候发生的 如果你不在家的话 那么你的汽车可能也不在 如果你不小心弄丢钥匙 而且没有备用钥匙的话 或者是它们锁在车里了 那么你可以用拉直的回纹针 或小螺丝刀来挑开锁 将其完全插入 然后旋转直到咔哒一声就可以了 开弹簧锁的最佳方法 是使用你不再需要的信用卡 将其平行与把手 然后挤进门框和锁之间的位置 稍微扭动一下 塔啦 门就开咯 如果窃贼设法溜进了你家 它们首先会想拿的东西就是现金 要把你来之不易的钱财给藏好 你需要发挥一些创造力 抽屉 橱柜 书柜 床垫下面什么的 都太明显了 不如将其放在塑胶袋里面 然后藏在冰箱 盆栽植物 面粉罐 甚至是节日装饰品的收纳盒里面都可以哦 你还需要确保你车库的安全 除了偷车以外 许多窃贼还会顺手牵扬许多工具 而且是任何屋主都会知道的东西 这些东西都不便宜 它们还会去车库或者车棚里 寻找可以帮助自己闯入你家的东西 梯子 锤子 各种东西 你也会需要保护自家的阁楼 因为要从阁楼潜入你家 其实并不难 你唯一可以放在前门或后门把手上的东西 只有水杯 如果窃贼转动把手 玻璃杯就会掉下来 然后你会听到玻璃破碎的声音 假设你门前没有铺地毯的话 空罐头也是可以的 这样你就会有足够的时间采取行动了 不要与窃贼直接对质 你不知道对方是否是独自一人 是否有武器 或者是否是武术大师 无论如何 请你保持安静 如果可以的话 请找到出口 如果你位于一楼 那么你可以通过窗户 或走防火通道逃离 如果你位于二楼 那么你可以在那边放一个吊梯 以备不时之需 如果你无法撤离 那么可以给你所在的房间 设置一个路障 将椅子塞在门把手下 这一招非常的有效 请勿使用书架和梳妆台 等笨重的家具 他们在地板上摩擦的声音 会让窃贼知道你的位置 寻找一个可以安静躲藏的地方 并且利用这段宝贵的时间 寻求帮助 最好事先制定一个计划 你可不想在恐慌之中 寻找藏身之所吧 逃离用的窗户 或者是用来挡住门的椅子 如果你不是一个人住的话 那么请你确保 家里的每个人 都有把这个计划 铭记在心哦 嘿 如果你今天学到了新东西 那么请给这个影片点个赞 并且跟你的朋友分享哦 这里还有一些很酷的影片 我想你也会喜欢的 你只要点击左边或右边 持续锁定量生活频道哦